哎呀 可是我们也把你给养大了呀 这些分红的钱 也都花在你的身上了 这钱不钱的 不重要 这孩子成长当中最重要的 就是陪伴呐 是给了你一个家呀 家 你们可以查一下账 这些钱里面 到底有多少是花给了我 刚他们说 为我看病花惯了积蓄 不然你算一算 为我看病 到底是花了多少钱 去医院看病 都是实名制的 为他看病的话 肯定会有记录 小柔点头 从二十五年前看起来 又让摄像大哥 拿出手机打算算数 他看了几页之初 愣了愣 直到苏南青五岁的时候 才终于找到了一个医院里的看诊记录 两百块钱 摄像大哥一脸懵圈 苏南青捶着眸 那会儿是他太饿了 吃了过期的东西 食物中毒了 苏洪锐到底不能让他出了人命 毕竟如果他未成年就死了 那么家里的分红就会断了 而他又舍不得送他去医院 于是就送去门诊挂了水 救回了一条命 小柔在看账目支出的时候 也看到了大笔的支出项 要么是买了金贵的包和首饰 那时候苏小姐才几岁 不可能是给她买的 要么就是买了股票 或者是投资了其他的东西 当然最终结果都是赔钱了 另外一笔大的话销是 去国际学校上学 每年需要五十万的学费 可大家都知道 苏小姐身体不好不上学 所以这个学费花给了谁 不言而言 小柔越看越是心静 同时在心里 也忍不住暗骂苏洪瑞不要脸 小柔表情的变化 尴尬 通过直播镜头 传到了所有看直播人的眼中 虽然一句话没说 可大家都很会脑补 立马明白了什么 肯定是苏洪瑞一家人 可靠了这个大小姐呗 这不是典型的凤凰男肉赘 熬死了老婆 霸占了人家家庭的例子吗 知道我为什么对你不好吗 因为是你母亲骗婚 她未婚先孕欺骗了我 她和我结婚后我才发现 孩子不是我的 你就跟你母亲一样 上梁不正下梁歪 都是减货 我也会先孕 你以为我想娶你妈妈 她长得好看 又漂亮又温柔 当时追我的时候 哪有一点大小姐的样子 虽然有个制药公司 但我当时也是前程引大 我可是名牌大学毕业的 当时也有自己的事业 她喜欢我 我也春心萌动 之后我们顺利的 坠入了爱河 我以为我迎来了 世界上最幸福的婚后生活 可是没想到这一切 都在我们结婚后就变了 结婚第一天她就告诉我 她怀孕了 孩子不是我的 我当时非常伤心 愤怒 想要离婚 可是她苦苦哀求我 死活不同意 当年的事情 不是这样的 苏先生 你真以为当年的事情 没有人知道真相吗 当年你母亲未婚 先月是真 可这件事 大家都知道 因为她结婚时 肚子已经大了 那时候 你父亲只是一个小职员 不知道什么原因 被你母亲看上 你母亲就和她来了一次 开诚不公的肯谈 就见顾晨修拿出了一个 很古老的录音笔 阿拉伯放箭 里面清晰地传出来 两个人谈论的过程 宋宏睿 你有女朋友吗 没 没有 那你愿意娶我吗 什么 这是一场交易 我怀孕了 我的孩子需要一个父亲 而你母亲生病 需要一笔医疗费 没 那 那你的资产 我生病了 很重 生下孩子后 或许只能活一年 等我死后 公司留给我的孩子 我已经为公司找到了经理人 而你 作为我孩子的监护人 在他成年之前 拿到的分红绝对各化 也不耽误你娶其生子 我要你好好照顾我的孩子 同样 作为报答 我现在住的那套别墅 可以转到你的名下 你 你为什么选择我 你就不怕我 对你的孩子不好吗 只要你保证他活着 急于随你 哦 对了 如果他不小心死了 那么别墅收回 公司的分红也会中断 你 明白我的意思吗 哦 明 明白 行 如果你同意的话 就在这份合同上签个字 我给你三天的时间考虑 不用考虑 我同意 现场一片安静 谁也没有想到反转来得这么快 打脸来得这么快 宋男青 你们得意什么 你这种人 遗传了你母亲骨子里的冷血 根本就不懂得亲情 就算你有钱有势了 也只是形态影之 我想我们 最起码是一家三口 苏宏睿 我喊了你十九年的父亲 临别之前 我也送你一份礼物吧 把打印银行流水时 另一份DNA检测报告递给了他 希望这份礼物 你能喜欢 老苏啊 这是什么呀 苏宏睿此时已经僵住了 他不可置信的抬头 看向了宋文力 你说 苏爱妍到底是谁的女儿 苏南青 你 你给老苏 你给老苏说了什么 没什么 只是多做了一份 DNA检测报告而已 当然 如果你们不信 可以再找别的机构做一遍 我忘了你们没钱了 费用我可以免费提供 对 安盈 不是你的女儿 可是 这 这都是 你逼我的 当初 你为了荣华富贵 抛弃了我 跟那个小贱人结婚 然后你说呢 他死了 就娶我 可是 可是他死了以后呢 你在干什么呀 你 你跟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勾三搭四的 对娶我这件事情绝口不提 你说 安思义那个女人不让你碰 所以呢 婚内期间 你和我在一起 可是结果呢 利用了我发现了欲望 到了最后 却不打算负责 苏洪瑞 我问你凭什么 我那几年的青春 都为了狗了吗 我也是没有办法了 你不愿意娶我 我总不能就这么耽误下去 而跟你在一起呢 又总是怀不上孩子 所以我干脆 就去找了别的男人 怀孕之后 我拿孩子来逼你 你这才松了口 人最怕老无所义 我所有的爱都给了苏寒颜 只谈感情 苏寒颜以后 对我也不会差的 就算不是亲生的 我现在也只能忍了 可我这辈子 也太憋屈了 苏洪瑞只觉得 一口气杠在胸口处 忽然间 喉肩一阵发甜 吐出了一口血 晕了过去 宋文立即忙叫了救护车 把他送到了医院里 一场闹剧终于收尾 小柔记者和摄影师 趁乱打算溜走 却被副队抓住 私闯民宅 不经过别人同意 就用直播方式 侵害别人的名誉权 肖像权 恕罪并罚 请你们去警局走一趟 苏小姐 顾先生 还有点笔录 需要你们配合我们调查 笔录 就一个私闯民宅 还要做什么笔录 请两位走一下程序 于是 两个人一起被请到了警察局 而且还被分到了 不同的房间里 黑漆漆的铁房间里 苏南青随意坐在那儿 大佬的模样 让几个警察都面面相觑 私闯民宅这么点小事 真用得着把人带回来做笔录 可这话他们不敢说 只能偷偷撇向腹腿 这位身份不一般 他们整个警局都要听他的调遣 苏南青好奇地打量着周围 苏小姐在看什么 看你们这小黑屋啊 真是密不透光 在这里怕是能睡个好觉 苏南青睡眠虽然多 质量却一直不太好 所以他睡觉时 苏小果是从来不敢打扰 这个审讯室没有一点光亮 倒真是个适合睡觉的好地方 苏小姐 请问你对你母亲这个人 有什么了解的吗 你是特警吗 副队一愣 没有说话 其他的警察都看你脸色行事 你级别应该很高 而这么高级别的人 去处理一件私闯民宅的纠纷案件 有些不合时宜 所以 你去我家就是为了这个 我是傅莫涵 副队你好 最近我们在追查一起 二十多年的案件 这个案件与你母亲有关 苏医想要通过你 多了解一些你母亲的事情 还请苏小姐配合 果然是这样 母亲当年突然离开了暗家 跟苏医也分手了 孤身一人去到阳城 从此再也没有跟家人联系 肯定是有原因的 可以询问一下 是什么案件吗 抱歉 这是S级案件 你没有知情权 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么请苏小姐 在笔录上签个字 就可以离开了 与此同时 医院里 苏军燕听到护工的消息后 连忙赶了过来 叔父 怎么了 军燕 她肯定是我的女儿 谁 苏南京 她一直在看直播 全城都在观看 韩思义当年在扬城的那个故事 叫孟爷 只要故事 孟爷 也 是因为 思义也在想念我 所以会梦到我吗 去查 查一查苏南京的所有果 如果可以 给我们做一份DNA的验证 叔父你别着急 我这就去查 但是叔父 我去查可以 你要答应我 好好活着 只有活着 才能知道答案 苏叶原本沉寂的毛子里 在听到这话后 有了光 安家 苏南京从警局回来后 就懒洋洋上了楼 是莉莉 喂 阿姨 你国内的事情都搞定了吗 嗯 那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消息了 我在帮你查DNA的时候 你猜 我发现了什么 你什么时候学会卖关子了 不说我挂了 别挂别挂 阿姨 你应该知道 决定人类智商的八对基因 位于X染色体上 我检测你的DNA时 发现你那八对基因 跟别人的不一样 怪不得你这么聪明啊 苏南京有点懵圈 他从没觉得自己聪明过 只是觉得任何东西都挺简单的 一学就会 导致他觉得人生也挺没意思的 幸亏身体素质不好 需要多睡觉 不然天天醒着 得多无聊 还有呢 你应该知道 因为智商基因 位于X染色体上 所以你这么聪明 绝对是你的母亲和你的父亲都很聪明 精英学生 女生是两个X染色体 男生是一个X 一个Y 而Y来自于父亲 所以儿子的智商 百分之百遗传自母亲 怪不得霍小时学习那么厉害 小小年纪啊 就这么的聪明 我五岁的时候 还在为天保肚子而发愁呢 小家伙已经开始学习普通人初中高中的奥数了 跟他比起来 我的小果 就有点一言难见了 小果那么不爱学习 该不会是遗传了爸爸吧 啊 自恋狂给我打电话干嘛 啊 莉莉 我还有事呢 先挂了 苏小姐 那场直播 我看到了 跟霍先生有关系吗 当然 毕竟 你可是在我未婚妻的考察人选之中 什么 苏小姐不是喜欢我吗 而我对你的感觉也还不错 所以 你在我未婚妻的人选之中 苏南清默了默 抽了抽嘴角 啊 葬天哪 为了维护那个艰难的谎言 我还要配合着她的自恋 你想知道 我未婚妻的人选都有什么 只有你 为什么忽然感觉这句话不自恋呢 倒是有点像是告白 忽然间觉得自己可能玩大了 26岁 你觉得晚不晚 什么 她的智商第一次跟不上别人说话的节奏了 我是说26岁结婚 毕竟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了 我们的婚礼 应该办得隆重一些 啊 你 你 你觉得太晚了 可今年年底的话 有些太过匆忙了 停 嗯 怎么 那个 霍先生 其实我是个女流氓 啊 有个伟人曾说过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 都是在耍流氓 这次轮到对面沉默了 霍先生 我好像一直都没有表白吧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不婚主义者 苏南青谎话张头就来 其实也不算谎话 就他这嫌麻烦的性格 最喜欢的就是一个人 无牵无挂 可以睡到天荒地牢 虽然我很欣赏霍先生 但我也不想耽误你 所以 霍先生 我以后会保持好距离 不再让你产生困扰 这是求婚不成被拒绝了吗 苏小姐 有什么话 我们面对面说吧 啊 我在案件门外 你怎么来了 霍君耀深邃的毛 打亮着他 心底却微微有些沉 女人出门 连衣服都懒得换了 这说明 他的确是对自己 没什么兴趣吧 我担心你心情不好 受到什么影响 就来看看你 今天这件事 不单独是苏宏瑞一家的原因 还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 一个是宋敏 我已经帮你跟吴先生打招呼了 另一个 是严廷男 这个女人你想怎么处理 严廷男 怎么又是他 这个交给我 好 霍君耀见他困顿的又打了个哈欠 此时已经过了他平时睡觉的点了 他不忍心他这样子 行 那你先回去吧 霍先生 嗯 可以借你点东西吗 借点什么 借两根头发 是 头发 嗯 算是留个纪念 这女人有这爱好 他盯着面前的女人 忽然间微微弯腰 低下了头 行 那你拔 苏南青伸出了手 找到了拔头发不怎么疼的部位 拔了两根下来 他这么低头的样子 此刻乖巧的模样 倒像是一只小奶狗 像是在 等待着主人的彩鲜 想多了 好了 要不要再多点 你倒是不怕秃头啊 霍君耀这才慢慢站起身 看到他小心翼翼 把头发放到了一个袋子里 这才仿佛明白了什么 那 苏小姐 告辞 走吧 苏南青进入别墅后上了楼 然后直接给莉莉打电话 我这里有孩子父亲的样本DNA 一会儿我会把他的和孩子的一起寄给你 想要证实他们是不是亲生的吗 霍君耀佑不是傻子啊 如果不确定小时是他亲儿子 怎么会把他养这么大呢 我是让你查一查他的智商基因 会不会拉低了小谷的智商 毕竟我女儿智商 可有一半遗传了他呢 嗯 另外查一下 自恋这个基因会不会遗传 我DNA的所有结果对比之后 立刻销毁了吗 销毁了 对了 安婷 你智商基因的确有些奇特 可正常人中也有这样变异的 你为什么总是把自己包裹得这么严呢 正常人不会去检查你的基因的 我怀疑啊 你有严重的被迫害妄想症 苏南青没有理会对方的调侃 我也不想啊 只不过母亲的那个音频 时时刻刻都在提醒着我做人要小心 所以能低调就低调吧 到了晚上 等睡觉时 才发现手机上多了一条信息 是货字链发过来的 苏小姐 其实我也是不关注医者 原本你喜欢我 我还在困扰 不能对你负责 经过今晚的试探和相处 我发现 在这方面 你我都不谋而合 看来我们都只喜欢谈恋爱 不喜欢结婚 经过我的考察 你已经通过了我的审核 从现在开始 我们可以谈恋爱了 我是不是看错了 这男人太狗了吧 什么谈恋爱 我什么时候说要谈恋爱了 苏南青抽了抽嘴角 正准备询问 对方又发了消息过来 女朋友 明天中午有空吃个饭吗 女朋友 今天你说你只想谈恋爱 不想结婚 我同意了 既然我们是恋爱关系 那你不就是我的女朋友了吗 她盯着舍机 沉默了很久很久 不知道怎么回事 在看到女朋友三个字的时候 竟然会觉得 有一丝丝的小甜蜜 明天没空 一天后 苏家 苏军燕盯着穿着一身 黑色帽衫的手下询问 拿到苏小姐的DNA样本了吗 穿着黑色帽衫的男人 是苏家地下事务的负责人 他叫苏琪 是苏家人 处理各种问题从未失手 基本上把事情交给他 很靠得住 苏叶的要求虽然不复杂 但苏军燕向来把苏叶看得比父亲还重 所以这点小事 直接派出了苏琪 原本以为几个小时就能出街过来 可没想到一天过去了 还没有收到消息 他怀疑苏琪半晚失望了 所以特意打电话 把人叫回来询问 抱歉 还没拿到 苏军燕微愣 去一个人DNA样本的方法有很多 比如对方吃个饭 顽口有了口水 再比如 趁他不备 拔下了几根头发 再再比如 实在不行 缺点皮肤软组织 苏琪也是个狠人 可还不会看对方冒昧如花 不忍心下手 我就没有见过这么宅的女人 我盯了他一天一夜了 他吃了一顿饭 睡了二十四个小时 吃过饭的晚 就会立刻清洗干净 你别说拿他DNA样本了 在安家找个他的指纹都很难 而且 他喝水的水杯就放在床头柜那里吧 那里总该有口水吧 可没有 人家喝一口就会清理掉 要你说这还是个人吗 你放心 接下来我不吃不喝也会继续盯着他 我就不信了 他还能一个月不出门吗 你前入警案件了 你放心了吗 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 我脚不清 而且出入哪里我都会带着装备 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 安家 苏南青起床后伸了个懒腰 慢悠悠拖着脚步往外走 出门时 眼神微微一闪 看向了门口处 睡前夹在门上的那根头发 果然是掉了 看来昨天晚上睡梦之中 察觉到有人前入不是错觉 苏南青在整个安家逛了一圈 发现家里并没有少任何东西 唯一被冻过的东西 是自己喝水的杯子 和厕所里的垃圾桶 这个小偷也太是恶心了 看来母亲说的的确没错 我都这么低调了 还被人给惦记上了 人活着真是太危险 人活着真是太危险